活動 哈囉,大家好,我是草莓牛的X 今天這邊來介紹一下三週年新增的角色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姓龍 姓龍的第一個紅劑 他就是空襲時會發動這個子墊 流星还有彩云 作为额外的一个攻击 所以就是一个弹幕船 那这个攻击的伤害呢 指电大概是两架的一个航弹 流星也是两架流星的一个鱼类伤害 那除了指电跟流星之外呢 还有彩云 彩云就是一个debuff 它可以降低对方的火力 还有提高增伤 最高可以叠三层 那一开始战斗三秒的时候 直接放出彩云一次 所以一开始是免费 后面就是靠你这个空袭 来继续叠这个彩云的debuff 所以有自身空袭的舰载机 还有加上两架指电 两架流星的伤害 还有debuff 这个空袭真的是物超所值 再来黄祭的部分呢 一开始前两次战斗 会提高自己的航空 再来每战斗15秒的时候 会放出这个特殊弹幕 就是优叠弹幕 优叠弹幕其实基本上伤害不高 所以你不用说一定要把它放在旗舰尾 它放在了间尾也可以 那子弹数够多 在打道中的时候有盾牌怪 其实清起来也是效果不错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自身存活的话 也是可以跨舰队 做到一个支援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弹幕算是一个 辅助打盾牌的一个效果 很华丽啦 基本上伤害不高 再来防御器的部分 它可以buff前排的驱逐 还不错 再来自身跟重音队伍组队的时候 包含它自己有三个的话 它自己就可以减伤 还不错 它有减少炮击还有航空的伤害 同时它也可以buff 这个重音阵营的轻航正航 所以它自己也是正航的一个角色 所以它自己吃得到 航空的属性 还有命中的属性 还有减伤 所以这个防御技能 有buff 有减伤 还可以自强化 这个buff实在是太恶心了 好啦 我们凉落那么多 跟我们当前版本 最强的企业来比较一下 以120满破满爱的情况下 耐久基本上是玩压企业 而且它是重型装甲 所以减伤的幅度非常非常高 在航空表现方面 航空也是略赢一点点企业 别忘了信隆一开始有很多自强化的技能 所以航空的属性会被buff到一个很高的地步 再来幸运跟回避当然是输我们的企业 不过取而代之它有比较高的弹度 还有重型装甲的减伤效益 其实都不是不错的 再来效率的部分 企业很平均 都是125 332 比较偏轰炸类型的一个输出 那信隆这方面是234 硬之比别人多一架 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第一个装备 它是可以装备战斗机 轰炸机 鱼雷机 随便你装 234 那轰炸机130 鱼雷机都140 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偏向鱼雷机输出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装备呢 然后就看你想要装战斗机 或是想要偏轰炸类型的轰炸机 或是想要直接对王输出的鱼雷机 这些都可以任军挑选 所以这个信隆呢 基本上在单兵作战的能力上面 就已经完压这个企业了 因为企业还有可能要叫出Lux 两倍伤害才有可能追上这个信隆 信隆基本上每次空袭 每次都有弹幕 每次都有增伤 每次都可以自强化 加上这个余雷机的效率啊 飞机的效率啊 额外滞空啊 额外的飞机打击啊 它基本上单兵的能力就已经是完胜期了 更何况这个信隆还可以吃到这个舱门的buff 这个战斗力直接破表 所以当今版本最强的航母就是信隆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台战舰G1 G1的第一个宏记呢 就是弹幕 它每20秒就有75%的这个弹幕几率 所以它不用靠发炮 那它的弹幕伤害呢 是121×10颗的侧甲跨射弹幕 这个跨射弹幕呢 其实不是很集中 是比较分散型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它比较适合打道中 它打王的伤害可能不够集中 那加上这些零散的小子弹 确实就是在道中轻炸鱼 或者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黄祭的部分呢 是它在场的时候可以提高这个主力舰队 就是崇英阵营的角色的防空属性 这只角色很特殊哦 G1在整个防空的属性上面 其实在崇英角色里面是Top 而且非常接近美国的战检 120级大概有367的防空属性很高 平常我们都认为说崇英的防空很弱 那有它在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Buff一下 崇英后排的一个防空属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 跟崇英阵营组队的话 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些属性 那尤其是前锋角色的 这个雷击属性会提高 这只少有在后排可以提高 前排雷击属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未来要打雷暴队的话 这只角色也是可以纳入 雷暴队的一个后排深远之一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些什么 神通啊 伊吹啊 火石能带 这些雷暴角色的时候 那后排要提高雷击属性的话 这个一技也是一个核心角色 好 那整体的这个配装方式呢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使用这个香槟炮 就是科研三级的香槟炮 它整体的攻速比较快 而且散盛的角度比较大 所以比较适合打面的一个倒中型的输出 当然你要打快一点的话也有这种大底炮 总之比20秒快的主炮就是好炮 因为我不想要在20秒的时候 跟我的主炮撞在一起 miss掉我很多主炮的伤害 剩下的就是一般的对空啊 加命中的加火力的都可以带上去 因为它比较吃旗舰味 所以旗舰带一个雷达 违逼敌方跨射也是必要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金皮角色 这个梁月 梁月呢 第一个宏记就是 当这个重影角色越多的时候 它的整个炮击啊防空都会提高 那最多跌六成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秋月级常见的这个技能 只要打飞机打下来的话 它就会增加一层这个buff上去 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就叠很多的重影角色 让这个buff叠起来 或是在对空的时候多打飞机下来 把这个层数给叠上去 那它也是跟一般秋月级一样 主炮加1 所以比较吃重在主炮上面的输出 而且整体来说它的对空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好 再来看它的防御技能 战斗3秒后会使出这个烟雾弹 并发射一轮特殊弹幕 那这个烟雾中的角色回避率哦 会提高40% 回避率很高 所以3秒马上丢这个烟雾弹 所以一开始战斗的时候可以 有效去回避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有时候在打精英怪的时候 实际上会让我们蛮痛的 那这个有效降低这个伤害的来源 就是靠这个烟雾弹 那每15秒会该触发一次这个弹幕 并有30%几率在触发烟雾弹 所以这个弹幕是每15秒就一定会触发这个弹幕 那剩下再看机率会不会触发烟雾弹 那另外一部分是在血量低于20%的时候 会回复这个血量 就是跟菲尼克斯一样 所以这个秋月 其实本身的耐久就还不错 整体的素质平均相当的好 而且也是走火力输出的部分 对空能力也不错 所以他的火力输出大概就是介于23跟Luffy之间 在生存方面尤其在有空袭的地图的话 他的生存能力甚至比标枪还要高很多 所以这个角色他既能打 对空也有用 而且也有buff 可以增加前排是回比 所以能坦能打 还可以对空 这只角色其实还不错 整体的泛用性非常非常的平均 那主要的武器装备配置呢 当然主炮加以就是给他用这个秋月炮 鱼雷能用最好就是上最好 那对空部分 选133 扩大我们这个对空的一个范围 那对空表现 就给他装这个对空雷达 耐久部分撑高一点 到时候损管回血也会回的比较多 整体的坦度也会相当的好 好 经过上述的讲解 应该对这几只角色有一些理解了吧 其实这几只角色呢 其实对应在未来这个Cellian作战 就是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是起到一个meta的作用 其实像我们的技艺啊 可以配合土佐 因为土佐不齿其建位 那龙凤可以补血 配合我们这个雷暴队的一个前排 其实可以打出不错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就是一个雷暴队的一个标准meta 接下来像是我们的这个性隆 可以配合天城长门 然后前面就是主要是 以驱逐火力输出的北风 坦位雪峰 对空担当的良远 这个meta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用的 而且这个性天门 基本上在演习场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气候 像是我们以前的天龙门啊 或是大地长门这几个 基本上现在应该未来 会被性天门给取代掉 因为性隆本身的坦度跟输出 实在是太爆炸 已经可以取代掉这个我们的飞龙 还有我们的大地 因为本身他就是重阴的角色 因为大地是因为坦度跟输出 有一定的水准才被拿来打演习 那现在有了坦度跟输出相同的 性隆又是重阴的一份子 基本上他已经可以取代掉大地了 所以未来性天门的时代 会越来越夸张 好啦以上是今天 对于这个新版本的角色介绍 希望能帮助你了解 这几只角色的一个应用 好我是小便流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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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